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介绍一部电影叫《遗传厄运》 说是恐怖片,不如说是悬疑电影 而且看完后也是满满的无奈 以下是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剧情解释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理解很正常 毕竟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今天不算是纯剧情解说 因为看到最后,我以来还有很多的点不是很理解 但至少明白了发生什么 故事要从一个普通的家庭讲起 今天安娜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准备去参加母亲的葬礼 在葬礼上,她看起来好事不是那么的悲伤 还有一丝解脱的意味 甚至多次询问丈夫 我是不是应当表现出更加悲伤一点呢 而安娜的女儿查理因为以前一直被母亲照顾 所以显得更加悲伤 而皮特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回到家中后,他们就开始各忙各的事情 安娜近期正在忙着为展览做模型 还有7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了 整个家里面一开始就让我觉得怪的是查理 她有一句话贯穿了电影的始终 就是外婆想要把她当成男孩子养 这一天肯定是一头雾水 之后安娜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事情 别恨我 不要觉得这是遗憾 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而且她似乎在黑暗的墙角那边 看到了母亲的声音 也把她吓到了 急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第二天在学校 查理和皮特尔两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查理本身就显得很怪异 好事对一切怪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 即使鸟撞到了玻璃屎了 都没有吓到她 而皮特尔则和普通的学生差不多 上课偷偷地盯着前面女生的同步看 似乎在想着什么 当然这不是电影的重点 网上女主安娜来参加辅导小组 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压力有点大 加上母亲去世了 在辅导小组她谈言 长期受到了妈妈离行人格在的困扰 甚至她的父亲也是 患上了精神病情抑郁症 最后把自己给饿死了 而她的兄弟也有精神崩裂症 最终年纪轻轻就散掉自杀了 看到这里我就怀疑 难道他们家族有精神病的遗传吗 与此同时 安娜的同事发了一条消息给她 大概就是想问问进度到哪里了 希望安娜能够发照片给他们看看 看到安娜脸上的表情总感觉怪怪的 虽然气氛有点怪语 但至少让人还能接受 而一切的改变就是那天晚上 皮特向妈妈借车 准备去参加学校烧烤一类的活动 可是妈妈却要求 皮特带妹妹查理也去 也是在这里 皮特自顾自的和一些朋友在那边吸毒 想想都觉得很可怕 然后妹妹吃了带有坚果核桃一类的蛋糕 因为妹妹本身对这个东西过敏 最终导致了呼吸不畅 这口把皮特给吓坏了 马上开车准备带她去医院 可是就在路上 因为呼吸不畅 妹妹开了窗户把头伸了出去 也是在这时 路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动物的尸体 为了躲避 皮特急忙转向 最终妹妹头撞到了电线缸 生云于此 而皮特显然也吓坏了 开着车回到了家中 木狼地爬上了床 直到第二天 妈妈发现了在车内查理的尸体 电影就此从一部家庭片 转变成为了惊悚悬疑电影 不管是谁经历这样的事情 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即使是意外 妈妈善女之痛不用说了 皮特更加不用说了 原本是一个坐在床上弹琴 会偷偷看女孩同步 甚至经常和朋友玩耍聊天 到后面上课的时候 看到了车祸当天的后视镜 甚至半夜看到了妹妹 加上吸食大麻 更加加剧了皮特心理疾病的问题 毒品有害 我们都知道 也因为对妹妹的愧疚 最终演变成抽口烟 就会感到过敏一样的自信 在车祸后的那几天 皮特对妹妹的愧疚 甚至让她晚上骑车回到家 都不敢进去 可是此时的安娜在做什么呢 除了悲伤 却在车内静静地看着儿子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却又感觉异常的遥远 比起儿子因为妹妹的死 引发了精神问题 妈妈则更加的严重 首先就是安娜的母亲 本身也是一个带有精神疾病之能 这种疾病遗传性非常的强 但比起家人们 安娜则轻微的多 她只是最初有梦游的现象 这些年好多了 可是女儿的死 让她的内心崩溃 从最初会参加辅导小组 到后面不去了 而且安娜的精神异常 也不仅仅表现在这里 比如她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出来 她的模型 很多时候都是她的恐惧点 甚至她在女儿时候 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车祸现场的模型 这让丈夫无法接受 也是在当天的晚上 剩下的一家三口吃饭 整个人完全不在状态 最后还发疯一样的对家人咆哮 无法控制情绪 也因为压抑无法入睡 很多次她都梦游站在儿子的房间门口 我在猜想当时从安娜母亲去世的那一刻 在母亲房间看到的幻觉 也许本就代表了安娜病情的家状 也就有了后面和工作单位的失去联系 甚至因为缺出她暴怒 打破了谁的模型 一切都没了 还有晚上梦游 差点掐死了皮特 皮特我妈妈 你为什么这么怕我 从安娜的眼影中可以知道 曾经很多次她想要留掉这个孩子 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 而且她时时刻刻在保护着皮特 不受她外婆的迫害 最后不得已交出了自己的女儿 妄图保护自己家的案例 我知道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一愣一愣的 为什么安娜要远离自己的妈妈 后面我们会解释 当然除了精神和家庭问题 这里还要引入一个女人穷 如果不提到她 整部电影甚至结局都无法说清楚了 在失去女儿后 证明女人接近了安娜 以自己也失去孩子为由 让两个人更加的同病相连 甚至后面还教会她 使用灵美的方式沟通一顾的女儿 当然看到这里 我在想 难道这部电影要变成了一部连异片吗 随着剧情的发展 安娜拉着丈夫和皮特 准备召唤剧的女儿玩魂 最后好事真的召唤了出来 这可把皮特给吓坏了 这也导致了皮特自身的问题 更加严重了 经常看到了一些鬼的景象 甚至在后面课堂上 手甚至面部扭曲 一动不动的 其实这段可以理解成恶魔附生 也可以理解成精神疾病的肢体特征表现 因为现实中 我也看到过精神病人发病 确实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但是用恶魔附生可能解释起来 更加通顺吧 但也因为儿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甚至撞碎了鼻梁 此时的安娜也是护子心切 想要了解真相 却放了自己母亲留下的东西 发现了一些照片 照片中 自己的母亲和那个叫穷的女人有合照 我知道 认真看电的你 应该也发现了一些地方 有特定的符号 比如查理发生意外的那个电线杆 应该有些人猜出来了 安娜的母亲和穷 还有一些其他人都是邪教 本身如果只是精神问题 那么看到最后 你肯定也能发现 但是这里涉及到的邪教 就不那么纯粹了 可以说从皮特和查理 还有安娜他们出生的时候 一些事情已经决定了 不仅仅是精神病史 邪教兴奋的是 八个地狱魔王之一的恶魔派门 可以理解成 安娜的妈妈 很早就和恶魔达成了协议 而那时候的安娜 发现了母亲的不对劲 甚至想要哺育自己的孩子 因为恶魔派门必须在男性的身体里面 才能完全发挥出他的能力 为他的信徒带来财富 至于查理本身是一个女孩 最初安娜把女儿交给母亲 只是一个妥协 显然最终恶魔还是要换回身体 纠正错误 而派门是长得很像女人的一个恶魔 所以家里的诡异 以及一些事情 就不是那么纯粹的意外了 比如皮特妹妹的事 那为什么马路上会出现一个动物尸体呢 还有在那个画着特殊符号的 电线杆的附近 也许早期查理早已经被恶魔附生了 本来这部电影的某些点 我想用科学的方式去证实 但是发现有些地方却解释不通 比如爸爸被烧死的那一段 其实妈妈也在 这是唯一一个我不是特别理解的地方 当然如果以灵异的方式去解释 肯定是可以说通的 因为皮特的爸爸在阻止恶魔转世一类的 最后肯定是要被惩罚的 而他的结局就是被烧死 最后在家里醒来的皮特 发现了父亲的尸体 然后也发现了躲在屋子顶上的妈妈 那是一阵袍 看到这里我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了 因为我觉得妈妈可能早已经被恶魔附生了 其实在女儿时的那一刻 她的内心已经崩溃了 也更加容易让恶魔入侵 所以才有了皮特躲在阁肉上的一些恐怖画面 最终皮特被吓得跳了下去 在那个亮光进入她的身体 也许代表在皮特最屈辱的时候 被恶魔派门附生了 然后站了起来 发出了一个弹舌头的声音 这是最初只有查理才会做的 然后走到了宿屋那边 完成了派门的转世仪式 那个弹舌头我相信 你也知道了吧 原来最初查理早已经被恶魔附生了 他的死也是注定的 但是家族的精神病是肯定有的 因为这类人更加容易被控制 意志也更加容易被捞乱 当然有可能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补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